大家好,今天是周一 大家好 今天这两天发生了太多的事了 我一定要做一期 我不知道国内的人听说翻墙不方便了 你要还能翻墙,你去Twitter看看 太牛逼了 上海物理木西中路 北京、清华、北大都开始了 清华还举了一个物理公司 福里曼公司 你要是我微信好友 你能看见我发的 然后欢迎大家 我听众加我微信 我微信是eJack里 直接搜账号 应该能找着 然后太牛逼了 我发了一个福里曼公式 是什么宇宙 什么能量的什么玩意 一个我都看不懂 那个我觉得不是数学系的 根本看不懂 然后他还剪掉了黑洞贡献能量的部分 那个公式代表就是自由 不要黑暗 太牛逼了 真是高科技 我微信写的这就是科技鱼很活儿 哥们 真牛逼清华 哎呀清华终于不是像高宗说的 是高级的绩效了 培训出一些指挥技术的机器人 真是牛逼 然后上海也挺牛逼的 上海人你看他天天可可兮兮的 然后文文若若的 真敢真敢喊哪 好嘛 是喊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都喊出来了 太牛了 这个我觉得是有人组织的 但是就算有人组织也太牛了 你以前 你有人组织你试试 有几个敢喊哪 你组织你给多少钱我也不敢喊哪 现在真是真是牛逼 哇操 然后还有大学武汉 武汉好像也也闹下来了 这都不是那个富士康那些事了 就是因为新疆那个乌鲁木齐那烧死人了 然后大家抗议 然后慢慢就漫延看 反正我们国内国外看的是推特 有好多地方了已经 虽然人数占中国总体人口比例不高吧 但这已经是很厉害了 因为在建国以后 就算是8964的时候 都没有发生说是 就是这种情况 8964喊的都是什么 要改革什么李鹏下台什么的 当时也也没有喊什么要邓小平下台 那么一说 都是要改革 好现在直接让共产党下台了 真牛逼 我觉得我是赶上一个好时候 然后大家注意安全吧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 不敢 不敢回去闹革命 我也没 我目前也没法回去 所以我也不能说怎么 我也没什么贡献 我多挣点钱吧 我多挣点钱 以后需要我捐钱 我捐点钱吧 我现在想办法多挣点钱 真牛逼 我太解恨了 我像我们这种海燕综合症的患者 我们等这个中国发生这种事 我们等了多少年了 我觉得大家也是 就是受到了这几年疫情的之苦吧 被共产党关的也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其实我为什么早就能明白 因为我爸让共产党关了20年 从1957年返右就抓起来了 直接监狱三年 我记得是三年 我爸跟我说的 后面17年在劳改 在天津马钢厂劳改 劳动改造 然后关监狱的时候 我爸骨头比较硬 就怎么打怎么发 也不改口 就不认为自己错 因为他是右派 他不觉得他就没有错 然后他给国家提意见 然后就给逮起来 就说你是右派 然后关那个禁闭室 你们在家里疯 是关在自己家 你能看电视 你还能开窗户了 我爸那是关禁闭室 那一关关一个礼拜 你一点没有窗户 也没有人跟你说话 那人能精神正常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我能明白 因为我爸被关过 你们现在也被关过了 你们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了 所以共产党 那就是真是犯了重怒 以前他发动 人民闹革命的时候 他是用 我觉得是九成的人 去迫害那一成的人 就用穷人发动起来 去迫害那些地主 资本家 有钱的那些人 现在他是妄想 用一成的人 迫害其他九成的人 那你不找死吗 他已经失去群众基础了 像现在能闹成这样 真是加速地的 这个公布河沫呀 包子地 真能加速啊 我操 真他妈牛逼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大家注意安全 像刚才有一个 张天亮教授的建议 就是你不要大规模聚集 虽然你现在人挺多 你看一万或者十万人 但你都跑一广场上 那共军一围 那你就完蛋了 拿机关箱一突突 拿迫击炮一扎 回来喷火车 一上坦克一年 你十万人 一会就没了 你就分散开 因为一个城市 中国一个城市 大城市 好一千多万人 你这一千多万人 你出来两百万上街 你看他就共产党 就没法这么干了 他就没有那么多部队和火力了 你要是所有大城市 都弄个两三百万人上街 那估计他内部 共产党内部的人 可能就让习近平下台了 说不定李克强还真能上 当然我们也 我也不是说 非得让共产党下台 你就是 哪怕你自己能改革呢 也行啊 你弄个什么李克强啊 汪洋啊 什么胡春华呀 你自己出来组个新党 你实行民主选举 你还真不一定 有可能还真能选上 因为目前 像李克强和汪洋这种 他还属于是中国 自己本土培养出来的人才吧 虽然他是共产党出身的 但是他是改革派呀 他也了解中国的情况 而且能力也很强啊 你就算是 组织现在选举 你说不定还真能选上 我觉得要是那样的话 中国也统一了 那台湾 台湾不就说过吗 你只什么时候台湾回归呢 就是只要是你大陆 实行民主选举那一天 我台湾也参加选举 我也就那就算回归了嘛 那不就中国也统一了 哎 所以现在大家一个是注意安全 一个是小规模聚集 然后警察要来的时候 看有没有能通风报信的 赶紧就撤 然后多把这些真相传播吧 现在比如说已经有一个城市 一万人上街 那你就传播 传你身边的人 传到十万 十万传到一百万 一百万传到一千万 我估计到不了一千万 几百人能上街 这个政府就差不多了 因为那个部队 他虽然被洗脑了 他也不可能说的 就看那么多老百姓都反对他 他从老百姓开枪吧 他这也得琢磨琢磨 他没有那么那么傻吧 那么疯狂吧 真是太牛逼了 我觉得这次好像跟那个世界杯有关系 大伙看见世界杯转播 看台没有戴口罩的时候 终于明白过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这个动态清零多么傻逼的一件事 行 然后别的没办法 我明天去奥克兰有个面试 礼拜五再去奥克兰 还有个面试 其实成不成 我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我预想到 钱会多一点 但是不会特别多 那我去了以后开销也是比较大 然后汉密尔顿工资少点呢 也能找着别的工作 就是工资少点 就是一个生活比较安定 还有大花园 到奥克兰这种花园可就没有了 那得上百万的豪宅 都不一定能有这种花园环境 所以就无所谓了 还是明天我去奥克兰 现在早下班回家休息 然后继续关注网上的新闻 大家有什么想知道 回来可以问我 好 拜拜